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从我们3月15号第一次线上主日崇拜 到现在已经整整四个月了 这四个月以来 至少在美国这个地方 不但新冠病毒失控 到处也为了种族人权平等 在示威游行 失业率越来越严重 商店公司裁员 甚至倒闭的也时有所闻 国家与个人的经济都受到很大的打击 为了遏止病毒扩散 大部分的地方都规定要居家隔离 然而一家人被关在屋子里 伸个手转个身 看来碰去的就是自家这几个人 在大的房子 几个月下来也开始感觉到空间不够用 连找个朋友都要小心翼翼的 按个电铃马上就退后十几尺 就怕原本是好意送个东西打个招呼 聊聊几句话 却一个不小心害了朋友得病 那可罪过了 我两个女儿的家庭 以前每个礼拜都会来我家吃饭 现在我的孙子连我的家门 女儿都不准他们进来了 就是为了爷爷奶奶的安全 所以我们现在改成每星期早一天 到附近一个公园 每家各做一个野餐桌 各吃各的 见个面讲讲话 有时孙子稍微跑近一点 父母马上就大叫 保持距离 现在年一岁多的Kaleb也学乖了 有时候看到南风和我很高兴地跑过来 但是马上就自己杀住了 根本不用父母提醒 长期在这种环境 过着这种生活 不要说天天喜乐 能够不忧郁就已经不错了 但我们也知道 即使现在世界各地 医学专家都在智利所研发的 新冠病毒疫苗 真的制作出来了 而把这疫情完全地消除 让我们恢复以前自由进出的生活 这当然是一个大喜的信息 然而 这个喜讯能维持多久呢 耶稣就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这个问题解决了 还会蹦出其他的问题 这个困难克服了 还是会出现许多其他的困难 需要去面对 这个苦难过去了 还会发生其他的苦难来搅局 不是吗 感谢主 耶稣并不是只有警告你 人生苦海 然后劝你说 看开一点吧 认命吧 耶稣是应许说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看过一篇文章 作者提到他在演讲时 常常会问听众一个问题 怎样得到快乐 每一次都有很热烈的回应 从睡一个好觉 吃一顿大餐 到度一个礼拜的假 考上好大学 找到好工作 娶个好老婆 事业有成就等等等等 似乎每一个人都很清楚知道 也都经历过 怎么样使自己得到快乐 然后他接下去问第二个问题 怎样才不会失去快乐 结果大家都静下来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再大的快乐 都有它的有效期限 时间久了 快乐的程度就慢慢减低 消失了 快乐也有它的有效范围 今天买了一辆新车 开上路好快乐 忽然间碰一声 前面车子弹上来一块石头 把你新车的挡风玻璃 打了一个洞 刚才的快乐 马上就被你的懊恼取代了 环境一变 快乐就跟着改变 所以快乐 有可能一直持续 而不会失去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 所要思考的题目 有人把喜乐 Joy 与快乐 Happy 做了个区别 快乐呢 Happy是因为 What happened 发生什么事 产生 使人高兴的情绪 所以是由于外在的因素 影响 产生的内心的情绪反应 而喜乐Joy 则是由内心发出的情绪 如果这个情绪 是与外在的环境有关 那就是与快乐一样 但这也有可能 与外在的环境无关 那这个喜乐的情绪 就比快乐更深一层了 也许我可以做个比喻 快乐就是盛开的花 喜乐呢 则是种在花盆里的 一颗盛开的花 如果有快乐 却没有喜乐 就好比是插在花瓶里的花 非常漂亮 但过几天就凋谢了 但有喜乐的快乐呢 就如种在花盆的花 不但可以使快乐的花 盛开得更久 而且即使花都掉了 那花的生命力还继续地存在 而且一定会再度地盛开 所以喜乐是包括快乐 比快乐的范围更广 而且在任何的环境 都能够有喜乐 喜乐是圣经很重要的主题 我们主耶稣还在世界上的时候 就常常向他的门徒提到喜乐 他一再地强调 他要他的门徒充满喜乐 约翰福音十五章 他告诉门徒说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约翰福音十七章 他为门徒向天父祷告说 现在我往你那里去 我还在世上说这话 是叫他们也就是门徒 心里充满我的喜乐 在《史书行传》中 作者路加也常常提到 门徒们喜乐的表现 当彼得在圣殿的门口 借着圣灵的能力 医治了一个生来式瘸腿的人 圣经记载着这个人 领受了这个神迹 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 同他们进了殿 走着 跳着 赞美上帝 我相信走着 跳着 进入圣殿赞美上帝的 不只是这个得到医治的人 一定也包括在神迹上 有份的门徒 以及那些在场的见证人 《史书行传》第八章记载 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 还有许多瘫痪的 瘸腿的 都得了医治 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了 的确 当神的大能 明明地彰显出来 所有亲眼看到基督徒 与大部分的非基督徒 都会充满着喜乐 当然 那些不欢迎 基督徒的祭司 法利赛人是例外了 当门徒因为传福音 被犹太人的公会抓起来 逼迫 拷打 这真是无望之灾啊 但是圣经说 他们离开公会 心里欢喜 因被算是配位这名受入 在保罗的书信中 喜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 譬如《斐利比书》中 约翰一书一章四节 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使你们的喜乐充足 连注重遵守犹太律法 个性严肃谨慎的雅各 也在他的书信中 勉励弟兄姐妹们要喜乐 他说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 也这么教导说 亲爱的弟兄啊 有火炼的誓验临到你们 不要以为奇怪 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倒要欢喜 难怪保罗在 铁撒罗尼加前书告诉我们说 要常常喜乐 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锁定的旨意 各位弟兄姐妹 常常喜乐 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锁定的旨意 什么是锁定的旨意 我看过一篇文章 题目是 常常喜乐 是主的命令 你喜乐吗 哇 我不知道 喜乐还可以用命令的 有时小孩子大声哭闹 父母亲会命令他 不准哭 但是我还没有碰过父母 不但不准小孩子哭 还命令他给我笑出来 所以 我很难想象神会命令我们 乖乖地给我喜乐起来啊 啊 你不喜乐 哼 那就违抗主的命令 该当何罪啊 在以佛所书二章三节提到我们 信主以前 都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这里所喜好的 与铁少伦一家前书五章八十八节的 所定的旨意 是出自同一个字 所以我认为神不是规定我们要喜乐 喜乐是规定不来的 而是他所喜好的心意 就是预定要祝福我们常常喜乐 什么情形会让我们感到喜乐呢 如果我们得到一件想要的东西 或是达到一个理想的目标 还是使得某一件事情 照我们的意思成就了 我们当然就会很开心 很喜乐了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令你很快乐 很喜乐的东西 也不一定会带给另一个人喜乐 我的亲家 Dr.Lowe 是马来西亚的华侨 他就是特别喜欢榴莲 所以我们去大中华买菜 常常就帮他买一包榴莲的夹心酥 每一次他都好高兴 但是老实说 我闻了就想吐 有人迫不及待的 等着要出国旅游度假 有人想到要坐车 要搭飞机 哇 就头痛 我在加州读神学院时 我的小女儿Claudia读小学 有一天拿到成绩单 里面有一个B 哇 他看得好伤心啊 坐在他隔壁的小男生 看他满脸失望的样子 想说哇 这个刚从别州搬来的新女生 成绩一定比他差 很高兴 一手就把Claudia的成绩单抢过来 看了看说 You are good 你的成绩很好嘛 我相信 如果他拿到Claudia一样的成绩 一定会快乐地跳起来 我要说的是 一个人喜乐或不喜乐 重点不在于发生什么事 还是得到或失去什么东西 而是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 来面对这一切 那什么样的心态 会让我们常常喜乐呢 不满足的心态 往往会使我们 看不到我们的祝福 神借着摩西 把以色列百姓 从埃及拯救出来 从被人轻贱的奴隶 变成完全自由的人 这是何等大的福气 然而圣经说 以色列人才在旷野走了三天 因为旷野的水比较苦一点 就开始抱怨了 走到汛的地方 肚子饿了 又抱怨说他们在埃及的时候 他说 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 吃得饱足 你们将我们领出来 到这旷野 是要叫这全会中的饿死啊 这是什么话 埃及人的奴隶 根本吃不饱 穿不暖 怎么可能给他们肉锅 还吃得饱足啊 以色列人本来可以很喜乐地 好好享受 没有人鞭打 不用做苦工的 自由自在的日子 可是呢 他们不满足的心 让他们扭曲了事实 满口怨言 怎么会有喜乐呢 神赐给所罗门王 无比的智慧与财富 于是他就利用神的这些祝福 做了一个实验 看看更多的财富 和更奢华的享受 是不是会带来真正的快乐 他为自己建造了极大的房子 栽种各样的奇花异果 修造美丽的水池花园 又买进了许多的仆人婢女 还娶了许多的宾妃 当然 他也累积了越来越多的金银财宝 在传道书中他这么说 凡我言所求的 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 我心所乐的 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 然而 这么做了一段时间 他的结论是 谁知都是虚空 都是不风 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更多的享乐 不会使人更快乐 反而可能会感到更空虚 因为使人喜乐的 不是享乐的事情 或是东西 而是那个满足感 诗人在诗篇十六章二节说 我的心啊 你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诗人告诉我们 要怎么样 才会常常有这样的满足感 就是确确实实地相信 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 也就是说 我们相信神所赐给我的一切 都是最好的 都是让我感到最满足的 请问我们当中所有的父母 你相信你的儿女 是你所可能拥有的 最好的 最可爱的儿女吗 我想不会有父母认为 上帝搞错了吧 怎么安排这个人 当我的儿子或女儿呢 神不会做错事情的 同样的 请你看看你的配偶 你相信这是你所可能拥有的 最好的配偶吗 你相信你现在的工作 就是你今天 所能找到最好的工作吗 你相信神在掌权 所以你现在的处境 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下吗 甚至 你相信你今天的失败 跌倒 或者是困难 病痛 神早就知道 而且已经都预算好了吗 我们会不满足 就是因为我们认为 应该可以更好 应该可以得到更多 然而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你相信 神绝对不会做错事 如果你相信你的好处 不在神以外 如果你相信神 不会留下任何一样好处 不给你 如果你相信你生命中的 每一步路 每一件事情 神都知道 都在掌管 你就知道 你今天所拥有的 这一切东西 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再没有比这更好的 那我们还有什么 感到不满足的呢 但愿圣灵 实时地提醒我们 不要为明天忧虑 也不要为 回头 也不要回头 为无法改变的昨天 懊悔 好好地享受 今天神给你的 最好的祝福 当然 满足不等于自满 我们都可以再进步 我们都可以再改善 我们都可以再成长 我们都可以求改变 我们都可以坦诚地 将我们所想要的 告诉神 但是今天 我们都可以 好好地享受 满足于神的 祝福的喜乐 在三国演义中 赤壁之战 打响了无国军师 周瑜的名号 可是战后呢 周瑜领兵和曹仁 争夺荆州时 却被诸葛亮趁虚而入 占据了蓝郡和襄阳 导致周瑜才三十六岁 就被活活地弃绝而死 听说 他死前感叹地说了一句 非常出名的话 寄生于何生亮 意思就是说 老天爷怎么这么作弄我 既然生了我周瑜 这么聪明的人才 为什么还要再生个 比我更聪明的诸葛亮 让我老是吃瘪 我们姑且不论三国演义的历史 真实性有多大 不过作者罗冠中 倒是把周瑜对诸葛亮的 嫉妒心描写得非常生动 我之所以说生动 那是因为这是每一个人 都非常容易产生的情绪 网络词典解释说 嫉妒就是因为别人胜过自己 而产生的忌恨心 心理 有趣的是 我们不会嫉妒 所有胜过我们的人 我们只会嫉妒 在年纪 经验 背景 工作 能力等等方面 跟我们自己类似 却比我们略胜一筹的人 好几年前 我在巴尔地摩的时候 有弟兄问我的大女儿 Gloria申请大学的情况 我回答说 她已经得到 玛丽兰大学的通知了 她很直觉地说 Good backup school 很好的候补学校 我了解在华人的圈里 儿女申请到什么大学 关系非常重大 自己儿子申请大学 收到Gloria Tech 乔治亚理工学院的 入学通知 全家好高兴 后来听到读同一个 高中的朋友的女儿 收到MIT麻省理工学院的 入学许可 我们的喜乐 会因为这个消息 而打折扣呢 还是为了朋友的女儿的 好消息而更高兴呢 苏格拉底是古代希腊的 哲学家与思想家 听说雅典市长 为了遵从他在学术上的成就 选他为荣誉市民 还送给他一支 代表雅典市的金钥匙 没想到 在颁发钥匙的典礼结束 苏格拉底的一位好朋友 走上来 把那把钥匙抢过来 放在地上 以他满是泥巴的脚 用力踩着 一边说 我今天在这里 踩去你的胶气 苏格拉底 很平静地拿着一支哨把 一边扫 一边说 我今天在这里 扫去你的妒忌 愿圣灵常常提醒我们 当我们的朋友 同事 甚至教会的弟兄姐妹 取得了我们所羡慕的成就 得到你所想要的升迁 或是他们的儿女 比我们的儿女成绩好 比赛得奖 我们都能真心地 为他们高兴 那你就会有家庭的喜乐 腓立比书二章三节 教导我们说 只要存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当我们靠着圣灵 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 看到别人比自己强 比自己好 比自己出色的地方 那当别人的成就 比我们好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产生 嫉妒的心了 因为他们的确比我们好 而我们也能够真正地 与喜乐的人 一同喜乐了 我哥哥从小读书 就很自动自发 又认真又聪明 所以功课一向都是 全校前五名 而我则是完全相反 都是我母亲在后面盯着 盯得紧 成绩就好 稍微放松 成绩就下滑 不过大家都还算过得去了 很凑巧的是 我高三的导师 也是我哥哥高三的导师 他刚开始对我期望很高 不过过了几个礼拜 有一天这位老师 终于忍不住了 跟我说 你大概没有你哥哥行吧 我回答说 本来就是嘛 感谢主 帮助我能够看到 我哥哥比我强 比我好的地方 而能谦卑下来 真心地 为我哥哥的成就 喜乐 满足的心 使我们因自己天天 所蒙的福而喜乐 而不嫉妒人的心 使我们因别人的蒙福 也得到喜乐 这就是圣灵 要帮助我们 结出的喜乐的果子 许多人都知道 我的孙子 Toby 两个半月的时候 半月突然抽筋 窒息 还好他的父亲 极早发现 加上现代医学的进步 还有众弟兄姐妹 迫切地为他祷告 把他从死神手中 抢救了回来 可是他因为脑部缺氧过久 几乎全部挠死 严感谢主 六年来 许多弟兄姐妹 继续地为他祷告 也常常向我们 问候他的情形 Toby能够有今天的进步 都是因为众弟兄姐妹的 关心 爱心 与带导 东晋宰相谢安 在飞水之战 大败前勤的军队 听说前线传来捷报时 谢安正在跟人下棋 谢安只看了一眼 那通报的文书 就摆在一边 继续地下棋 跟他的对手 看他都不吭声 忍不住问他战果如何 谢安若无其事地说 小儿被碎破贼 然后继续平静地下完那盘棋 不过在他回到他的内室 跨过门槛的时候 因为心里太高兴 太兴奋了 连斜根都碰断了 连这么内敛 喜怒不形于色的谢安 打了那么大的圣战 也很难掩盖他心中的喜乐 所以在凡事亨通的时候 圣灵喜乐的果子 没什么好谈的 我不说弟兄姐妹 也都喜乐得很 我倒是想到 2001年 美国布许总统 正在一间小学教室 向小朋友读一本故事书的时候 他的随从 进来告诉他 纽约世贸大楼被飞机撞击 结果布许总统不动声色 继续把故事读完 才离开 因为他不愿意吓到那些小学生 这真的就需要有点功夫了 面对这么大的一个灾难 国家受到这么大的攻击 要如何的喜乐 能够平静就已经很厉害了 许多人问我们 在照顾托比的这几年 如何能够保持对神的信心 以及从神来的喜乐 其实许多弟兄姐妹 面对的处境 也不见得比我们容易得多 也许是误入迷途的儿女 也许是亲人或自己得了重病 也许是看来毫无希望的婚姻 也许是长时间失业 却一直找不到工作 也许是被人欺骗 清空了所有的积蓄 碰到这么大的苦难 困难挑战 怎么可能喜乐呢 但是正如圣经所应许的 在人这是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 是的 当初托比刚刚生病的时候 一位脑部每天抽筋三四十下 根本无法入睡 我们只好轮班 Claudia晚上照顾她 白天师母我就接班 跟我就接班 让Claudia休息 我就与大家分享 我们是如何抓住神 来度过这个难关 你知道 面对苦难的人 常常向神问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 为什么 因为没有意义的受苦 比受苦本身更难过 保罗一生为了福音 吃尽苦头 被打被关被杀 又是传难 又是饥寒交迫 但是圣灵 曾把他带到三成天 让他看到将来的天国 看到蜀天的荣耀 所以他说 我想 现在的苦楚 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以短暂的人生 换取永恒的永生 他认为真是太划算了 所以他说 今生再这么苦 也比不上天国的荣耀 根本没得比的 所以就不足介意了 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 也教导我们说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勿要坚固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多做主公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 圣灵让我们看到 我们不是突然受苦 我们所受的每一个苦难 都是与将来神要给我们的奖赏 与荣耀有关的 当圣灵帮助我们 能真正体会天国的 那个荣耀的时候 今生的苦就容易面对了 这是托比做附件的照片 回想托比的是 不禁赞叹神计划的奇妙 我们退休搬来亚特兰大 第一天住在Clorida家 当晚托比就出生了 后来我们回台湾 还好5月13号就回美国 因为5月23号 托比就出世了 我2016年开始在ACCC服饰 而是托比晚上无法安眠的抽筋 就在前一年2015年的10月 突然间就停止了 连医生都不相信 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本来托比脚骨头长歪了 需要手术 但借着附件与弟兄姐妹的祷告 他居然长症了 我们也知道托比的病与经历 让许多弟兄姐妹得到激励 而且他大概是我所见过 最喜乐的脑部残障的病人 不但很少哭闹 还经常地微笑大笑 有时候自己哼起歌来 一直哼个不停 借着托比圣灵带领我们全家 深深经历到罗马书8章28节的应许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 神给每一个人的人生 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包括托比在内 虽然我们不明白 托比的计划里面 为什么要安插这么一个可怕的病痛 但是我们很确定的 每一个人 人生的计划 都是彼此的影响配合 而让大家都得到祝福 而且我们知道 神也借着托比的不完全 造就了许多人的信心 这也让我们更能以喜乐的心 来看待托比的趋势 是的 人生所有的黑夜风暴 都在神的掌握中 如果我们紧紧地跟随我们的神 祂必带领我们人生的每一步路 而且每一步路都要带着祝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相信我们的神比地上的父亲 还要爱你吗 你相信我们的好处 不在神以外吗 你相信祂给你的一切 都是最好的吗 你相信神所造的每一个人 都有祂的独特性 都有比我们强的地方 而愿意谦卑下来 为他们所蒙受的祝福 高兴吗 你相信我们人生中 每一件事都有神的掌管 都在神的掌管中 都有祂永恒的目的吗 你相信我们人生中 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 都是神精心的设计 都是神智慧的计划 都是为了要让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得成长 更是必备我们将来的荣耀 你相信吗 圣经说 信我的人 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是的 当我们晕着信 每天以满足的心 享受神最美好的祝福 以谦卑的心 与蒙神祝福的人一同喜乐 而且无论面对的是旷野或山路 是黑暗谷或暴风雨 都以坚决的信心 让神照着祂的计划 照着祂所定的目的 带领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圣灵所示的喜乐 必要如活水的江河 从我们心中涌溢出来 因为每一步路 都是蒙福的道路 请我们低头祷告 是的 亲爱的耶稣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感谢祢 因为祢的恩典 匆匆满满 因为祢 就是要乐于赦恩典的神 祢要把所有的最好的赏赐给我们 但愿我们每一天 都能够以满足的心 来享受主祢这样的祝福 让我们每一天 都能够以谦卑的心 来祝福那些门里祝福的人 而与他们一同喜乐 但愿我们每一天 都能够跟随你 紧紧地跟着你的脚步 无论我们碰到什么样的挑战 什么样的困难 什么样子的苦难 我们都愿意 跟着你 照着你的旨意去行 我们相信 你必照着你的计划 带领我们每一个脚步 让我们每一步路 都是蒙福的道路 都是喜乐的道路 我们这样祷告 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阿们 熊 阿们 阿们